昨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第一波北返的车潮 尤其是在国道5号 投诚往平临的这个路段 当时时速是一度不到30公里的 一直到晚上的89点才疏解 那么今天是廉价的第三天 也预估这个北返的车潮 会在今天达到最高峰 带你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用这路段 就是时间大概会在下午2点 就是西部来讲 大概会在下午2点开始 就慢慢有一些路段会出现 那由南往北 那原则上大概在像 彰化浦岩这个路段 然后像国际的台中 然后一直往北到新竹湖口 那国际来讲就像雾峰路段 然后竹山大山这个附近 然后一直往北一直到这个香山 就是大西这个附近 然后慢慢一直往北出现 那大概从2点左右 会开始慢慢入去 然后会一直大概 有些路段像新竹湖口部分 会晒得比较晚 可能会到晚上12点 那其他大概到8点到10点 大概慢慢疏解 好 其实特别点名了 因为像是国道5号 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 一直到晚上9点钟 会实施高承载管制 所以担心说 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期间 这个前后会各出现 一波北返的车潮 那其实像是我们刚刚 9点多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1968的APP 可以看到说 在头城往平临的这个方向 是已经出现了 子曝的状态了 那如果是晚一点出发的民众 可能就要有心理准备 有机会会塞到深夜 而另外在西半部的地方 也特别点名了 之前常常塞的这个新竹湖口路段 也有可能会塞到10个小时 谢谢大家